花莲市立幼儿园为了让小朋友了解传统节日的由来 清明节前夕特别邀请到专业职人到学校教小朋友们包润饼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亲手包润饼 和小朋友们一起体验清明节的传统习俗 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润饼制作活动 邀请到在夜市经营多年的古早味润饼业者 由润饼爷爷现场起造制作饼皮 搭配事前准备好的食材包括了高丽菜、豆芽、花生粉、豆干、蛋皮还有肉丝 丰富的配料伴随香气让小朋友们非常兴奋 我们清明节活动今天特别带了孩子制作润饼 因为其实室友很重视节庆活动 但我们从来没有带孩子一起认识清明节 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润饼的老板带着孩子一起来制作润饼 然后呢在制作润饼前我们会先了解一下清明节的由来 为什么我们平常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扫墓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呢追师我们的祖先呢 那就是会有一些习俗跟传统 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专业的师傅呢 带着孩子动手来自己做润饼 然后也可以吃 因为其实润饼里面大家一定都知道放了很多很多的菜 那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市长威家彦特别到场 和小朋友们一起体验包润饼的过程 在私幼的任何一个节日 我们都会跟孩子们说今天的节日是什么 那请他们回去跟爸爸妈妈说 那我想其实很多的节日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也会忘记 那这次是在清明节举办的我们润饼 那刚刚也把我们的由来跟孩子们说 那我们也希望说从小透过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活动能够告诉孩子们 其实任何一个节日的由来 那也请他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那清明节就是我们祭祖的日子 那也希望说在清明假期这个期间 大家都可以慎重追缘 那在这边也跟孩子们分享 那今天也做了请润饼的老师来做给大家吃 那也跟孩子们一起学习 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孩子们一切平安 市长示范完毕了 在老师的指导下随着步骤一一完成 润饼大口咬下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清明节前夕 华联市立幼儿园特别举办应景的活动 让小朋友对文化传统有进一步认识 也透过亲自动手做 来感受其中慎重追缘的心意 借路一会欢迎视报道